欢迎继续收看相关心地痕的分临新闻 到南庭台的港匆 这几年办法相当成功 在在全校苏醒的广东努力之下 无关是全业技术的费用 也是尽早扣处都有伟败的表现 在今天一个毕业店里当中 都以中华贵也都到现状表达最好 并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 会中有几位学生虽然行动不方便 但也是努力学习 也维持完美的身体 让大家都相当配合 再来到六月份 核心准备离开学校 前往临新另外一个改端 今天是台队港匆的比较店里 多多贵宾都到处表达就好 也不用的核心 在未来一定要加倍努力 重视自己的生活 很多人在最艰苦的五分钟 成功之前那一刹那就放弃 只有成功两个字永远离女后期 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勉异各位 遇到事情一定要进行到最后五分钟 观念成就一切 态度决定未来 未来的是不是可以让我们 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目标 就要看到你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很难得能够参加这个到今天的毕业天里 预祝这同学们毕业之后 心想是万事如意 尽量今天毕业生可以恒乘万里 管长立正清新陈来参加这次信会也表示 台队工商办下都完的理念 加上转好苏星不断的用心付出 除了哈星在各方面都有很几次的表现 对背后婚礼官专业技术的领导 也是很大的帮助 也勉励所有的毕业班的同学 在面对未来的时候 应该要用非常务实的态度 来选择未来的方向 在选定方向之后 也要用脚踏实地的这个态度 要全力以赴 绝对不能靠高无远 当然也不能够昏昏噩噩 这次在将近300位比亚星当中 有一个雅宝学生 虽然本身行动不方便 但是他充满烈心 真感到一般做百人 除了在高中三年都没亲家过 心情也维持在很好的水准 在班上有一些中度啊 轻度的学生 在数学方面比较弱 他也都会在旁边协助 然后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都会发问 在成绩方面都是保持在前十名以上 今天比亚专业 刚才是高中生产的结束 也代表到核心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希望未来他们可以勇敢追求望上 創作为自己的美好人生 记者刷上林 彩虹报道